今天有两则热点新闻,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是关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的访华行。 据新华社报道,舒默与其团队受到了我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并给予了最高规格的礼遇。 一般情况下,作为客人的外宾会遵循一些基本的礼仪,避免提及可能引发尴尬的话题。 但舒默此次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态度,似乎与主人家产生了直接的摩擦。 另一条新闻的标题直白地让人心声波动,舒默呼吁中方支持以色列。 从这个标题可以看出,舒默对中国在最近的巴以冲突中的反应表示不满,并希望我们支持以色列。 但中国是否会公开表示支持以色列,背后有更复杂的外交考量。 关于这次巴以冲突,各国的立场有所不同,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与历史原因。 为了更好的理解,我为大家列举了几个国家及其表态,伊朗和叙利亚都站在巴勒斯坦这边。 伊朗的总统明确表示,支持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合法防御,并希望全球的穆斯林政府和伊斯兰世界能够联合起来支持巴勒斯坦。 他还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及其支持者应对此事件负全责。 黎巴嫩的真主党也表示支持巴勒斯坦,并在与以色列接壤的北部边境地区发射火箭弹以示庆祝。 沙特和卡塔尔的立场则相对中立,他们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但同时也认为责任主要在以色列。 科威特则直接谴责了以色列的持续违规行为。 塔利班在阿富汗要求伊朗、伊拉克和约旦允许其经过齐境,目标是对以色列发起军事行动,旨在夺取耶路撒冷。 也门的胡塞武装认为,所有伊斯兰国家都应站在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一边。 伊拉克明确表示,他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持有坚定的立场,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追求其民族权利的努力。 阿尔及利亚对当前形势深感关切,并认为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应受到充分尊重。 他们主张基于1967年的边界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 阿拉伯联盟敦促以色列立刻停止其在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的军事干预。 约旦强调,只有在支持两国方案的前提下,才能找到真正的和平解决方案。 除了伊朗,其他上述国家都是阿拉伯国家。 虽然伊朗并非阿拉伯国家,但它对以色列的敌意深重,誓言要对以色列采取行动。 显然,伊朗坚决反对以色列并全力支持巴勒斯坦。 另外,一些持中立立场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土耳其、阿曼和阿联酋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并尽快结束冲突。 埃及警告,当前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将导致不可逆转的后果。 巴西和马尔他则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尽快召开紧急会议。 中国也对此事持有明确立场。 中方对近期巴以局势的升级表示高度关注。 我们对由此冲突造成的平民伤亡感到沉痛,同时反对并谴责任何伤害平民的行为。 中方一直持反对升级冲突,破坏地区稳定的立场。 我们呼吁相关方面尽快实现和平,期待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稳定局势。 美国决定全力支援以色列,其航母也已出发。 多国,如欧盟、英国、乌克兰、拉脱维亚、塞尔维亚、日本、澳大利亚等都对巴勒斯坦的行为表示谴责。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哈马斯。 其中,乌克兰的立场值得关注。 乌克兰自称受到俄罗斯的侵略,并有其独立的法理依据。 若基于1947年的联大决议,乌克兰应该支持巴勒斯坦。 因此,乌克兰的这一立场令人意外。 这份材料中提及了从1947年到2000年巴以之间的领土变化。 此外,犹太人在该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世纪前,但此处未进行深入探讨。 从乌克兰的立场出发,如果乌克兰坚持国际社会应认可其领土主张,那么它理应也承认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领土范围,如国际上公认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边界。 任何一方违反国际规定都应受到相应的指责。 但实际情况是,乌克兰似乎在某些问题上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保持了较为接近的立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削弱了他们作为被侵略者的论述力度。 真正想要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承认,应当遵循国际法律和原则,不能在某些问题上持有双重标准。 否则,这种所权而不履则的做法,确实容易引起外界的质疑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印度的态度。 印度选择强烈谴责巴勒斯坦,并与以色列保持一致的立场。 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印度近年来的民族主义政策有关。 莫迪政府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对穆斯林和其他分离势力的打压措施。 而对于中国的立场,其始终坚持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倡导各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能会持续关注乌克兰、印度等国的动向,以确保区域和平稳定。 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独立与领土主权,同时也与以色列保持友好关系。 二战时,上海为犹太难民提供了避难所。 因此,以色列在新中国成立后,是最早承认我们的中东国家。 尽管初步受外部环境影响,两国直到1992年1月24日才正式建交。 从初始的贸易额5000万美元增长至2021年的228亿美元, 现今,中国已成为以色列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我们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东的世纪大和解。 与此不同,美国偏向于采取选边战队的策略,可能导致区域混乱和冲突。 美国通过出售武器在冲突和战争中获得了经济利益。 然而,若中东国家持续和平,其重心将转向持续发展及本国民众的福祉。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对美国的军火需求会减少。 在战争时代,中东国家自然会依赖美国。 但在和平时期,他们更需要的是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 这时,作为基建专家的中国,其影响力自然上升。 这也反映了中美两国在外交上的差异和冲突。 文化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美国文化强调实力,而中国崇尚儒家思想强调和平共处。 我们尊重各种文化,并希望通过合作共赢,推动各国共同发展。 对中东国家来说,面对一个希望他们陷入冲突,仅仅销售武器的国家,与另一个希望他们和平,为他们提供基础设施的国家,选择似乎是明显的。 因此,舒默的言论在这个背景下显得短视,可能给关系带来困境。 选择一个固定的立场并不总是有利的,尤其是与中国的外交策略背道而驰时。 舒默是否清楚这一事实? 当然,他很清楚。 但他选择了有意提问,他并不是真的想要听我们的答案,只要他能提出这个问题,他就成功了。 美国媒体随即会报道,舒默敦促中国支持以色列并谴责哈马斯的恐怖行径,而中国则未给出明确回应,似乎是在暗中支持恐怖组织,令人失望。 不出所料,这样的新闻标题会迅速占据西方主流媒体。 再说舒默,他是美国国会里知名的对华强硬派。 近些年,他持续呼吁美方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策略,并成功推动芯片和科学法案的通过。 如今,他正在参议院热衷于推动中国竞争法案2.0。 他长期主张的,无非是要求美国企业在中国得到平等的待遇以及保持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 有着这样的背景和立场,他此行中国又怎会带着友好之意。 所以,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试图为我们设置障碍,借助西方的舆论为我们制造麻烦。 然而,我们早已习惯这些。 而现在,真正应该担心的是美国。 乌克兰的问题还未得到解决,中东又出现冲突,听说航母已经出动,难道是即将爆发新的中东冲突? 请你们务必保持冷静,不要轻易开战。 若这第二个战场真的爆发,台海的问题可能会迎来历史性的机会。 代表国人,感谢你们。